歸給一生 我們請劉蘇青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首先要見證主的榮耀之前 我真的是感谢主 其实我是第二次在台上 要分享主的榮耀 其实我昨天下午在睡午觉的时候 我突然惊醒 因为我惊醒的原因是因为 有个声音在我的里面 他告诉我说彼得三次不认主 于是我惊醒起来 我非常的惊讶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在我的里面 于是我重新思考 我从我进教会到现在 我真的是感谢主 在我每一次的患难当中 这是第三次 但是我知道我第三次的患难 我要紧紧抓住主的恩手 那接下来就是我要跟各位分享我的见证 其实我从高中毕业 我就进到天母感恩堂 这是我的老公 我相信大家都认识我们 对我们并不陌生 那么我在天母感恩堂的时间这么久 我也是一个资深的老基督徒 几乎大家都认识我们 没有人不认识 但是 麻烦第一张 谢谢 我以为基督徒是不会受到任何的攻击 但是真的基督徒不会受到攻击吗 我错了 我一刚开始信主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的天真 在我的脑袋里面 我从来没有想过 基督徒会有一些负面思想 会受到攻击 会受到婚姻迫害之类的 没有 在我的脑袋里面没有 没有这些字眼 但是真的我错了 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 会不会像我跟我一样这么的天真 但是在这两年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越来越痛苦 我非常非常的痛苦 痛苦到我几乎不能呼吸了 但是在众弟兄姐妹当中 看到我们一直觉得说 我们都很好啊 我们都很好 怎么会痛苦到不能呼吸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因为我在乎我的面子问题 我到这里来 我觉得说 就是要让大家看到 我很好的一面啊 我怎么 我身为一个天母感恩堂的 老基督徒 我怎么能够把我自己的痛苦 我自己的难处 然后告诉众弟兄姐妹 感觉好像我自己活脱脱的 把我自己的衣服扒下来 然后让大家看光光 我觉得很难做到这一点 那我说我痛到不能呼吸 是因为我自己想 在这两年当中 我自己生病也就算了 所有的那种病痛 我自己我觉得 我自己都能够忍受 但是接下来 我的先生也生病了 我的孩子也生病了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到底我的人生 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以至于我不能呼吸 在这两年当中 一年半的时间 我好朋友我都不来 那么我本来一刚开始 好朋友不来的时候 我还很开心 我心想哇太棒了 每个月都不用来 很开心 那么可是我的气色越来越不好 我的气色越来越不好 那我心想 我是不是应该是更年期到了 可是算一算岁数 也才43岁 应该没这么早 有更年期的了 那后来呢 我就去检查 我就去妇产科检查 可是检查医生说我都很OK 然后后来医生就告诉我说 那我再到大医院去做其他的检查 可是没有想到我一检查出来 我是在我的脑下垂体 我长了一个肿瘤 哇 医生这么一说的时候 我更不晓得我该怎么办 我能够把我的难处交给谁 我不知道 那么医生告诉我说 我在我的脑下垂体 长一个肿瘤 那个叫做密乳激素瘤 所以呢 他让我的好朋友不来 让我的身体认为 我是正在怀孕当中 所以好朋友不来 那么我问医生说该怎么办 他告诉我说 吃药就好了 但是我是一个不太爱吃药的人 我一吃药当然就来 但我不吃药他就不来 那医生就说 那就持续追踪 那过了半年之后 我又去追踪了 结果这个瘤长得更大 这个瘤长得更大 我就心想完蛋了 我又不敢告诉我的孩子 我当时不敢 因为我怕他们担心 我只告诉我的先生 可是在他 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做 那这个是属于我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也问了医生 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可能让我的身体 我每天都累到不行 我怎么睡我都睡不饱 然后我整个的身体 越来越沉重 越来越沉重 压得我的肩颈 我也受不了 每天我老公 除了帮我按摩之外 也没有办法得到舒缓 我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这个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可是发生在我先生身上是 后来他越来越严重 是每天晚上 我自己本身的病痛也就算了 已经是折磨的 我的已经很难睡觉了 但是我先生 每天晚上的呼声 憨声雷动 我相信在座的姐妹 应该有这样的经验 那么先生 憨声雷动 要嘛就是工作太劳累 对不对 我们都可以包容 但是我先生除了憨声雷动之外 我有好几次我受不了 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摇摇他 我又不可能把他这样提醒 叫他不要睡觉 不行 然后呢 他除了憨声很大之外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那个呼出来的气味 让我几乎不能睡觉 到后期就是在今年初 今年的年初 我真的完全我没有办法睡觉 那么我只能自己生闷气 我生闷气是什么 我生闷气是 我既不能打他 又不能骂他 又不能叫他不要睡觉 我只能就是这样 躺在他的旁边生气 我心想 你为什么不多喝一点水呢 你喝水 造成身体的新陈代谢正常 我就不用这么辛苦 可是为什么不喝水 那我每次这样问他的时候 他就很无辜说 我有喝水啊 好 肯定这就不是喝不喝水的问题 那到底是什么状况 为什么 憨声这么大 为什么呼出来的气这么臭 我也不知道 然后 我们家的女儿 我们家的慕安 再次在这两年当中 他是一个生病最多的孩子 他不断的 他不断的常常就是感冒 然后 很累 再来就是他心脏的问题 我讲到心脏的问题 我先除了憨声跟气味 到后来 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发生了一件事情 半夜在睡觉的时候 他的心跳 跳得非常的快 一分钟一百八十下 各位弟兄姐妹 有没有一分钟一百八十下的 没有对不对 他真的就是一分钟一百八十下 那 他很不舒服 他很不舒服 那我就跟他说要去看医生 可他也不愿意去看医生 他不愿意去看医生 他就心想说透过休息就好了 那是他第一次发生 可是他第二次发生的时候 我非常难受 因为 他是我很大的一个依赖 我非常依赖他 然后他第二次发生的时候呢 我就强迫他上医院去了 我强迫他上医院去 那医生的检查 只是轻微的心率不整 轻微的心率不整 可是他的描述是说 他非常不舒服 就像有一只手揪着他的心脏在扭转一样 这个是他自己 那我后来就是慕安 慕安不断的生病 感冒 胸闷 慕安的心脏的整个的状况 甚至比性如还要严重 所以这是发生在慕安跟我老公身上的一个状况 德烈呢没有 德烈的身体一直很好 感谢主 但是问题在哪里 青少年那种火气都比较大 火气比较大 那德烈常常很多的时候不是他故意的 可是他的言语就会挑起我们全家人 在言语上面的恶言相向跟攻击 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认识我们 照理来说 那种三字经五字经七字经问候语 应该不会出现对不对 对吧 正常来说不会出现嘛 可是没有想到这些话语在我们家 几乎已经是要变成家常便饭了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于是就在我人生陷入到谷底的时候 就有个声音告诉我 你应该要回到神的面前 可是因为我在乎的是什么 我在乎的是面子的问题 好羞愧哦 怎么可以讲得出口 讲不出口 可是我觉得上帝很恩待我 第二章 麻烦第二章 我觉得说在我六神无主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各位回想一下 教会兴起祷告大军 对不对 教会兴起祷告大军 年初的时候教会兴起祷告大军 那么恩待我的主 他派了两位天使与我同行 然后呢 因为我们参加祷告大军 那这两位天使跟我一起 然后呢他就帮我祷告 我觉得上帝很爱我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我已经要不能呼吸了 我还在乎什么面子问题 于是我就告诉姐妹们 我的问题 我的家庭状况 那么他们就为我祷告 他们为我祷告之后 他们告诉我说 他们介绍一对神的仆人到我家 来帮我做一致释放 我长这么大 还没听过一致释放这四个字 我真的是很抱歉 但是我觉得神很恩待我 在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我觉得说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敞开 但是要我们愿意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神的仆人来到我的家 帮我和我先生做医治释放的时候 我觉得感谢主 他告诉我说 当你们一家人生病的时候 如果医生检查不出来太大的问题 那肯定就是灵理出问题了 灵理出问题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可是呢 这当中的话告诉我说 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基督徒是有很多东西 我们不应该去接触 我们也要避免去接触 为什么 即使我们接触了之后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如何保护我们自己 但是当时因为我不知道 所以我遭遇了种种的患难在我的家 那么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是不合神心意 我在这里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 那也许你们可以自己想想看 是不是也有跟我一样的一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尊主为大 虽然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基督徒 在人的眼光当中我们是基督徒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没有尊主为大 我们只不过就是星期天的基督徒 我们并没有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王掌权 我们没有把时时刻刻把神放在 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是我们第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那么第二点 第二点是我们采买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物品 其实在我们的家当中 因为姓如很喜欢古董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些古董的东西 那在家里我们摆了一个非常大的 那个二手的那种古董柜 但是这个古董柜上面 它的抽屉 它的门片 全部都布满了龙的图腾 但我们当时不知道 这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东西 然后姓如出国去 在那个中南美洲 他也带回来了一些艺术品 可是这些东西 在艺术家的眼中 看来都是艺术品 可是在神的眼中 并不见得那就是真的艺术品 然后我到日本旅游的时候呢 我在饭店遇见了不干净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就随着我回来了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基督徒身上会有邪灵吗 我告诉你 基督徒身上会有邪灵吗 是会的 因为他跟着我回来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 但是因为 但是因为我不讲 我的天真的脑袋认为说 我是基督徒 我在 他如果他在我家 我只要跟他和平共处就好了 反正大家家井水不犯河水 我如果讲出来的话 搞不好我的先生小孩 会认为我有神经病 可是我 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我都知道他就在我左右 那我也很多次 我也很多次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攻击 可是我感谢赞美主的是说 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医治释放 我经过了这样的医治释放 是因为我自己愿意把我自己的手伸向上帝 那么我经过这样一个医治释放当中 我知道我要怎么求神来帮助我 那么 对不起 这个是我的第三章吗 好 第三章好 来 这一章就是我整个得医治释放之后 这个经节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一段经文其实 以前常常常看 可是我都没有特别的感动 直到我自己的生命 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患难的时候 我才知道真的 神真的很伟大 因为 我觉得说我自己碰到这样子的事情 那么 我没有尊主伟大的时候 可是神还是透过 祷告大军 透过姐妹 透过神的仆人 来帮我们做医治释放 我真的是感谢赞美主的时候是 我觉得说我们人 很多时候我们都依靠自己 台语有一句话说 人没多厉害 你自己有真正厉害 你真的在碰到患难的时候 你都觉得说 我行 我可以 我就靠着我自己的老我 来处理我自己的事情 但是人真的这么厉害吗 如果人真的这么厉害的话 我们需要上帝吗 其实不是的 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当我们历经到患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 转眼仰望耶稣 我们是不是愿意 把我们自己生命的手 交在主耶稣的手中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 真的是太重要了 那在整个得医治释放当中 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说的 基督徒身上会有邪灵吗 那没有想到 我觉得上帝解决了我这个问题 可能很多人会想说 不可能啊 基督徒都是受祝福的 但是不是哦 因为我跟你们分享一段经文 就是说 彼得大家都认识 对不对 彼得是基督徒 但是彼得劝耶稣 不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说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那当时耶稣转过来的时候 对彼得说了什么 他说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我的绊脚石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心意 只体贴人的意思 这个是在马太福音16章22到23节 耶稣为什么要喊彼得撒旦 的确是的 你有错 因为撒旦是谎言之父 他给人类一个很大的谎言 就是基督徒的身上不会有鬼 这样就没有人会去对付他 他就可以继续在基督徒的身上平安度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身上的鬼有没有 其实 我说实在话 我自己 很多时候 我也会陷入那个 没人比我好厉害 其实是不是一个骄傲的鬼 你爱面子 那个就是心里面的一个 那个就是一个鬼 其实 所谓的鬼不见得是要那种轻面獠牙 只要我们心里有骄傲 那个就是一个鬼 我自己后来深深的这样子体会到 那我从整个的过年当中 其实我今年年初的整个过年当中 我家经历的就是整个医治释放的生活 当你越释放 你越有征战 当你越有征战的时候 你要靠谁得胜 只有靠天父 只有靠主耶稣来帮助我们 好 麻烦第四章 谢谢 那在今年的2月16号 今年的2月16号 我们开始整个做医治释放检证 在这整个的医治释放当中 其实神让我学会了一个功课 就叫做分别为圣 那分别为圣是什么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会碰到人 都会碰到事 都会碰到物 那么我们如何靠主圣名得胜 其实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天天都会碰到试探 我们天天都会碰到试探 你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多少像彼得这样子的人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警醒的灵 如果我们的灵还是沉睡的灵 那么我们就会落入那个试探 跟痛苦的深渊当中 那么再来事情 我们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合神心意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跟我的先生 我们就去检视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做了哪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认罪悔改 再来物品 当灭之物 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 什么叫做当灭之物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在这边 跟各位弟兄姐妹一一分享 如果会后大家有机会 我们再交流 那神给我的功课 让我知道 新奇我沉睡的灵 而不再只是新奇天的基督徒 所以这边又有一段小小的经文 要跟各位分享 可以念一下吗 现在我已经选择这点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涌在其中 我的眼 我的心 也必藏在那里 感谢主 这一张分别为圣 我相信各位看到几张图 一个黑影 很无力 很孤单 很无助 为什么 因为他天天都戴着面具 在这个世界游走 天天都戴着面具 我思考我自己的人生 其实 我还没被医治释放之前 我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当我自己愿意 被耶稣医治的时候 就像下面这一张图 我也会经历患难 我现在也还在患难的深渊当中 但是我知道 我靠主得胜 我靠主喜乐 神要给我们的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生活 下一张麻烦你 那我刚刚说过了 今年的2月16号 我跟我的先生得到医治 那一天当天的晚上 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 当天晚上 晚上的睡觉 我老公完全没有憨声 他呼出来的整个的气味 完全都没有 我觉得神真的是好奇妙 真的是医治的神 从那天晚上之后 到现在 2月16号 2月中旬到现在 我先生几乎没有 再也没有那个 恶臭的口味 跟那个憨声雷动的那种呼声出来 我每天晚上 我都好睡得无比 然后我自己本身身体上面的痛 我几乎也都没有了 当天晚上 其实我就已经完全不痛 然后隔了一个礼拜 同一个时间 真的真的是同一个时间 我的好朋友来了 我真的是很阿闷 我觉得说 哇 神你真的是医治的神 你让我们一家 再也不再来 也不用在那个 那个言语上面 恶言相向 我觉得真的是 很感谢赞美主 那从这个当中 这一章也是神给我的一个领悟 得救的真意 我为什么要跟各位分享 我以前只知道圣父圣子 当然我也知道听过圣灵 可是呢 我从来不知道要要求圣灵 引领我更深更深的去倚靠主 但是我现在知道说 我要依靠圣灵 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 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说 以前我的灵睡着了 所以我生活得很辛苦 但是 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 不管你们是受洗 或者是还没受洗 我相信你们在受洗的那一刻 应该都跟我一样 大部分的人 我们都相信主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流出来的宝血 是为了要洗尽我们的罪 对不对 有没有阿闷 阿闷 可是那个时候 那个得救 其实圣灵就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 因为我们因性成义 可是当时的我也只到这个 也只到这个阶段而已 我不知道原来 我要呼求圣灵 在我的生命当中 动更多的功 好叫我能够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能够时刻的认罪悔改 如果我们基督徒受洗 只在于得救 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认罪悔改 如果我们没有认罪悔改 圣灵是不会在我们的心里面 动工 我们也不会时时刻刻 有圣灵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更深更深 于是我知道 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有认罪悔改 我没有谦卑顺服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我的生命没有重生 可是当我被医治释放之后 我天天求神更多的怜悯我 我也让我自己求神更多的让我得着他 我时刻在上帝面前 我检视我自己 主我做了什么不合你心意的事情 我有没有说了什么不合你心意的话 那么我愿意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认罪悔改 很多时候认罪悔改是一件最难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面子的问题放不下 可是当我把我自己的面子问题放假 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 那个生命是何等的甘甜 何等的丰富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神给你的恩典会是多而又多 你会知道 其实你的属世的面子放下的时候 你可以带着信心去过每一天得胜的生活 我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典 那么我经历了一个重生 我知道要过圣洁的生活 现在呢 因为我告诉各位 我刚刚就说我求神开启我的灵 圣经上面也讲 父就是那灵 以前只知道圣父圣子 我现在知道 原来我们要呼求更多的 我们要呼求心里面的那个圣灵 跟我们同在 开启我们的心 开启我们的眼 好叫我们的心眼能够看见 我们自己 以及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所接触的人 是不是合神心意 如果他不合神心意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福音传给他 好 阿们 来 麻烦你下一张 好 那么 我刚刚说过 重生之后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 现在呢 我在家里 我其实我现在非常谢谢我的先生 我也非常谢谢我的小孩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天天我要求神与我同行 因为我体认到神的恩典 当我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 以前我不懂 但是当我的生命得到重生 我现在在家里 我天天都会播放诗歌 可是对青少年来说 他们会觉得 怎么每天都放这个 大概24小时放这个诗歌吗 他们也会想要听听他们的歌啊 但是我也不反对 可是我谢谢神 是让我的孩子很顺服 当我们在放诗歌的时候 他们也是静静的听 静静的听 我觉得很感谢主 然后我们的 我们现在学会就是 任何时候 我们也是偶尔会有夫妻有口角 但是我们愿意 两个人携手投行 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愿意祷告 我们愿意过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 那求神运行 求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家的时候 其实家里头的大事小事 我们都祷告 我们也跟阿爸父讲 以前我都不知道说 原来祷告的重要性是这么的大 而且祷告的果效也是这么的大 所以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们碰到胜不过的事情 当你们的生命当中 有碰到难处的时候 其实跟谁讲 要跟谁讲 跟阿爸父讲 跟上帝讲 因为他不会把你的秘密告诉别人 这就是你最大的秘密 他不会把你的秘密告诉别人 他不但不把你的秘密告诉别人 他还会加给你恩典 他还会加给你智慧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需要的 那过境前的生活 其实时时刻刻就是要警醒自己 要为主所用 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时时刻刻警醒自己 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天天读经 天天祷告 天天在家里播放诗歌 传福音跟分享见证 在这当中 天天读经让我学到信心的功课 以前我不太有自信 因为我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 可是当我从读经当中 神给我的话语当中 他给了我力量 给了我安慰 给了我得胜 那么祷告当中 我求圣灵运行 与主同行 我甚至 我以前不太会祷告 我以前不太会祷告 只要以前人家叫我祷告 我就吓得要死 但是呢 我现在我走在路上 我走在 我坐捷运 我做什么 我碰到任何的事情 我就祷告 祷告之后 我觉得神帮助了我很大 那天天播放诗歌 是因为我觉得说 其实 还看我们的家庭 还看我们个人家庭 国家 各位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增加 属灵的空气 多而又多 在自己的身上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社会 跟我们的国家 前一阵子 我跟你各位分享 前一阵子 不晓得是什么节庆 我看到大街小巷 都有很多那种在 传统的民间信仰 有没有 什么打鼓啦 敲锣啦 那些的环绕 像绕境一样 我当时看到那样子的景况的时候 我心里就觉得说 主啊 真的要恳求你 怜悯台湾这块土地 真的是要怜悯我们 我真的觉得说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子的使命 传统的民间信仰 他们可以敲锣打鼓 那么我们基督徒 我们该做些什么 难道我们不能唱诗歌 去环绕大街小巷吗 我觉得这是那时候 我当时的感动 那么我们要传福音 分享见证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得医治 我们得释放 我们得到上帝的亨点 其实我们就是要 张开我们的口去讲 我们不能再做沉默的羔羊 不可以 我们不能再做沉默的基督徒 不可以 我们要去讲 我们要去传 因为神要我们做的 就是这样子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 没有恩典的见证 我们如何去荣耀神 我们一点点小事 我们都要去荣耀赞美神 所以在今年 我们一家得到神 整个的医治释放之后 其实神的恩典 真的是很够用 以前我们夫妻 其实人家看我们夫妻很好 但是难免也会有口角 可是经过医治释放之后 我们的心更紧 我们知道我们如何 使我们的家更新旺 我们知道如何建立家庭 如果我们今天稍微不做 其实我们就会觉得 今天真的是感觉到不太平安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我觉得很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得医治释放的时候 那一阵子 有一次木安回来 放学回来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 妈妈学校要派我去参加 交换学生 其实以我们以前的思想想法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那一次我们就带着信心来 祷告就说 我们祷告神为你开路 让你去参加交换学生 于是我们就为这件事情迫切祷告 没想到这个交换学生当中 竟然木安就上了 其实再怎么样看 这个资格都是轮不到我们家木安的 可是很感谢赞美主 就是神开了这个路 让他今年到波兰去交换学生 那我觉得神也很爱得恋 得恋 他其实他不是一个不乖的孩子 但是因为碰到青少年的问题 可是神恩典也在他心中 我跟各位分享 在他毕业的前夕 他在学校打篮球的时候 他打篮球丢球给同学 一个不小心同学没有接到 于是就把学校的玻璃打破了 把学校的玻璃打破之后 就到那个教务处去罚站 然后呢 到教务处去罚站的时候 老师们看到德烈 德烈就立刻说 对不起对不起 他就立刻认错 他没有青少年的那种学气 他立刻认错 可是他另外一个同学就是很不屑 所以老师师长看到他的时候 就觉得说他很棒 因为勇于认错 那么那一堂课结束之后 下一堂课对不起他又去罚站了 为什么他又去罚站 因为他喝水的时候没有开好 结果衣服失掉了 那他就把制服脱掉 只穿便服 穿便服到在学校 老师看到了 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不遵守 学校的规定 于是又去罚站了 那又去罚站的时候 老师走过去又看到 怎么又是你啊 你这个学生怎么这样啊 品德不好这样 一个老师走过去讲一句负面 第二个老师走过去又讲一次负面 第三个老师走过去又讲一次负面 哦天哪 你知道德烈那时候当时的声音是什么吗 撒旦动工了 撒旦动工了 去跳楼 去自杀 去打人 去骂人 他脑袋充斥的就是这些话语 可是感谢主 德烈说 那个时候 我听到这些声音 但是我就祷告主祷文 感谢主 为什么 因为从医治释放之后 我们家每天早上 孩子要出去上学之前 我们一定要为孩子做祝福祷告 我们为孩子做祝福祷告 然后主祷文也是每天早上 他们出门前的祷告文 所以我觉得说 很感谢主 很感谢主 那么 这个就是我自己跟各位在这边做的一个简短的见证 所以呢 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像我一样勇敢走出来 如果说你的生命当中 你在家里 你的婚姻当中有状况有问题 你的亲子 你的亲子关系有状况有问题 你的事业 你的经济有状况有问题 那么 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难处真正的交在主耶稣的面前 那么你要把它交在主耶稣的面前 你要怎么交 其实 如果各位愿意 你们就祷告 跟我一样祷告 如果你们的恩典再更多 就像我一样 让主耶稣拆派天使 到你们的生活当中 到你们的生命当中 我觉得这样子的恩典是一个非常 非常丰富 非常美丽的 我每天每天我经历患难 但是每天每天我也经历 上帝恩典的祝福 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主 这就是我简短的见证 谢谢大家